最近有觀眾說想看Classic Cup MR2剛剛好嗎? 看看吧 這些MR2很容易爆發 一個螺絲皮就搞定了 你不要破壞我 下外有車時 但比我裝小一顆 真是沒有人 真是 在試車之前跟大家說說MR2的背景 其實MR2這個項目 早在1976年已經有這個想法 但當時Toyota只想做一部 有操控又低又好的小車 直至1979年 之前MR2的工程師吉田銘先生說 不如這輛跑車仔試試用MR的佈局 好 自此後MR2這個項目 就確定了用MR的佈局 這輛車在1981年的時候 已經在日本和美國各大賽車場試 甚至找F1車手Dan Gurney去做測試 至於你說車的設計和懸掛 其實當年都很厲害 他找了Lotus的工程師Roger Becker 去幫忙設計懸掛和試車 之後1984年的下旬 他就正式開啟了 其實我們把第一代的MR2 統稱為AW11 某程度上是不太正確的 因為其實第一代的MR2 是有分AW10和AW11 我們今天這輛競爭是AW11 情況就好像A85和A86一樣 樣子是一樣的 但是機器就有天淵之別 其實很有趣地 MR2是有兩個傳聞 第一個 人們就說 MR2其實是Lotus 一個胎死腹中的計劃 承接出來的 就是Lotus的M90和X18 1981年的時候 Lotus就想利用M90一個項目 去做一部第二代的Lotus Elan 即是一部FR的Rodester 其實只是這件事 已經跟MR2是毫無關係 其實如果有人說 MR2是Lotus 只是某程度上是對的 因為Roger Becker 的而且他有幫忙設計 MR2的懸掛 以及其他方面的東西 我們預期說 MR2是Lotus 放棄了的Project 搞出來的車 我們不如說 MR2是Lotus 協助去做出來的車 第二個都市傳聞又是什麼呢 其實這個都市傳聞 我自己聽到都覺得非常有趣 就是說 MR2當年為了自省開發底盤的成本 它是用了E80 Corolla的前驅底盤 前後吊轉而成的 其實這個說法 又不是說很無稽之談的 你自己想想 因為它是用了一個橫置的中置佈局 所以你如果把一個Corolla 前後吊轉 某程度上是合理的 雖然這個說法 都是由一間英國某車媒所說的 它唯一所提出的證據 就是這個車的車底 那部Corolla那些 Steering Linkage 某式部件 你仍然會見到 但是 現在過了這麼多年 其實都很難一錘定音 說這個傳言是否真的 如果你是見多一式說的MR2車迷 不妨在留言 告訴我 我也想掌握知識 上來這部MR2 你會發現它的坐姿挺有趣 因為它除了低之外 你會發現 我的波棍 居然這麼快 就是一個軚盤 其實所有東西都在一個完美的位置 你可以感覺到 這輛車 當初做的時候 它是以人工力 即是ergonomics 放在頭位 你說是否一輛 那一輛很... 很... modern 的跑車 當然也不是 尤其是 你駕魚它 你慢慢感覺到 它的觸感 連腦式衰 開始很... 那個biting point 很模糊 我看的虛位 都開始有回到 那麼上下 其實這些 你都會感覺到 那輛車 都是一個三十多年的Toyota 但是 我自己覺得 這輛車 用料是相當足夠的 足夠的地方 除了引擎之外 我自己覺得 內裝的膠 那些用料 其實都相當之耐 還有 幼質 其實這麼多年 你都不覺得這些膠 是很差 或者是很化學的 其實所有東西 都仍是work的 機械方面 其實我剛才說 這輛是AW11的NA版 所以它是用一副 大家很熟悉的 4AGE 16cc 其實這副16cc 你說馬力很大 就真的不是 其實應該視乎版本 所以介乎 116匹到 130匹都有 我看網上 都有很多種數字 116匹 120匹 130匹 都有 其實我自己 這輛車實際有多少馬力 很難說 經歷了這麼多年 但是 這輛車的麥克風顯示 23萬公里 應該見麥克風了 大家聽不聽到 這些聲 是一副精神的 4AGE才會有的聲 駕駛起來 我自己覺得 一百二十幾 一百三十匹都有的 因為 一來的車很輕 二來 4AGE的特性 其實就是 它扭力的 torque band 是很闊的 其實 我如果 現在三波 走在Under 40 你隨時按下去 它還是有力的 我們挑戰一下 四波 都沒有問題 其實就說明了 就算它是一副 NA 16cc 4AGE 其實這個設計 我自己覺得 是做得相當之好 沒錯 其實我就是用 澎湃這兩個字 來形容它 你若果 是有看開 廣告Toyota的Cattler 是很喜歡用澎湃動力 去形容 它們的車 它其實 你說它動力很厲害 一定不是 你說它本身 引擎底子 是不是一個 很厲害 很高性能的 引擎底子 都不是 它只是一副 很勤力的引擎 引擎 現在 上來高速 儘管 拍到一顆 試一下它的聲音 它真的肯上 好精神 我一開始以為 一輛86年的MR2 早一點都鬆泡散 肯定是 但想不到這輛5前速波箱 行程和手感都相當不錯 至於三個腳踏的擺位 我自己覺得 都幾完美 其實這輛車要做Tilted 也好 做Ref Match 也好 其實是相當之容易 因為這輛車行歪 油門 所以油門相當敏感 嘩 真的很爽 很開心 其實這輛車的駕駛感 老實說 是否感覺到 一輛Mid Engine的車 在一般駕駛狀態 你不太感覺到 那種 中置佈局的巧妙 其實它似一輛什麼車 我自己覺得 某程度上 是似一輛MX5 因為 其實你看到 我現在開著這個棚 聽著這部 16cc Twin Cam 機器的聲音 是開心的 實不相瞞 這一種80年代的飛仔車 的確不是我的年代 我認識MRI2 各位看古惑仔 其實古惑仔 在96年上映 當年一輛MRI2 已經不是什麼 很入時的跑車 就算是入時 都是SW20 AW11 當年已經是一輛十年 的車 為何陳浩南 會選擇AW11 做他的座椅 一來漫畫 就這樣寫 第二 我自己覺得 可能它還未彈起 那時候 它還是一個小頭目 都不是駕駛人 所以 駕駛的AW11 去扣一下女兒 去威風一下 都不可厚非 這部車其實真的很驚喜 它另外驚喜的地方 其實不是在於它現在還 可以跑完什麼車 老實說 你要拿它來跑完其他車 其實就是 拿它的命來交飛 但是我覺得這部車 很厲害的是一樣 不論它的外形 機械 機件 我都覺得它是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當然 其實你說的 MRI2 AW11 最值錢的 當然不是NA 最值錢一定是Super Charge版 Super Charge版 其實都很厲害 145匹 但當年它有一個很高科技 它有一個Solenoid的裝置 就是在你定速巡航 低速的狀態 它是不會著過Super Charge版 是在你踩的時候 Super Charge版 才會運作 從而給你更多的Power 其實MRI2 一直都有傳說會復出 在2025年的時候 這句話 其實都是這樣說 你也不知道實際 會不會執行到 Toyota 但若果它可以沉迴到 這種飛仔格 我真的舉腳贊成 如果要說MRI2的價格 又怎可以不來銅鑼灣 當年這部MRI2的新車行貨價是17萬 17萬這個價錢也不惹小 當年可以買到一間全新的居屋 到1996年 在Exactly這個位置 小小的曾經提供陳浩蘭 用三餅屋屬於這部車 究竟三餅屋屬於這部車 可否反映當年二手價呢 無從稽考 但若果你今時今日 想用三餅屬於這部車 去屬於這部車 不好意思 除非車車是你的朋友 若果然也不可能 因為現在的AW11 限限地 二手盤也要10萬以上 雖然在古惑者裏面 我最喜歡的角色是烏蛙 不是陳浩蘭 但對於陳浩蘭玩車的味道 我絕對是認同的 因為MRI2的而且確是一部很好玩 很精神的車 哪怕這部是一部35年車齡的MRI2 其實駕駛完之後 你真的不難明白 為何MRI2當年是一部 這麼普通的飛製車 你看看他的樣子 又帥又可以飛 陳浩蘭怎麼會不喜歡 觀眾們 不知道你們最喜歡的 八、九十年代飛製車 給我一架 在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又想看看 試駛這些 跟電影有關的車 都告訴我 你正在拍產品牌嗎? 我先下車了 先關一關車吧 甚麼事? 我拔了車的時間 還在走路嗎? 糟了,甚麼事? 咦? 那個死貨登掣 原來是一個on-up 掣 這些車 真是想不到1986年 都會有keyless的科技 真是厲害